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津津 2136集 这位先生有什么事吗 张凡稳住心神 不动声色地问道 小兄弟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帮忙 不好意思 我没有时间 你找别人好了 张凡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拒绝对方 并且 谁能知道对方让他帮忙是要做什么呢 听到张凡的话 秦国强的眉头不有一皱 同时的手掌用力 一股剧烈疼痛感传入张凡的神经里 张凡嘴角不由抽动了一下 面露痛苦之色 不过 至始至终 张凡体内并没有爆发出丝毫的特殊气息了 眼下这个情况他不能暴露 而且 一旦暴露 他不仅占不到便宜 还会吃大亏的 与此同时 张凡还看到秦国强的另外一只手里面拿着一把手枪 黑洞洞的枪口正抵向他的腰间呢 你找我要帮什么忙 你先把账结了 咱们出去说 张凡在秦国强的身上打亮一眼 甜甜嘴唇 轻轻点头 不过此刻张凡是思绪万千 心头隐隐地有了一丝忧虑 毕竟 至今他并不清楚秦国强到底是什么目的 很快服务员便完成了结算 张凡拿好单具 拉着行李箱 跟着秦国强一起出了酒店 秦国强把张凡带去了酒店西边的胡同里面 两人在一旁的石阶上坐下 张凡问道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希望你尽快说 我还要离开 秦国强笑了笑 将手中S纸递在张凡面前 这个人 你见过吗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 张凡心底反倒是放松了 如果对方发现自己到医院里找过光头男子 在这个隐秘角落 他完全没有必要脱了裤子放屁多次一举 还问自己什么问题 直接动手 那岂不是更好吗 假意在A4纸上打亮一眼 张凡摇了摇头 没有 你再好好看看 仔细回一回 照片里面这个小子和你穿的衣服可是一样的 张凡故作思索 思考了两分钟 再次摇头 想不起来 我没见过他 秦国强无奈地看了一眼张凡 把那A4纸又给收了回来 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你还不能走 我让你帮的忙不是这个 如果仅仅是辨认画像 何必把你叫来这里 秦国强说话的过程里 他的目光始终都盯着胡同对面的大马路 这时候 一辆白色的别克GL8从路口驶过 秦国强的目光一直留在那辆GL8上 直到那辆车子消失不见 张凡的目光正好也扫过那辆车的车牌 这不是晋风宗的车吗 秦国强怎么会这么注意晋风宗的车呢 难不成这个秦国强和晋风宗有什么关联吗 或者说 这秦国强根本就是晋风宗的人 张凡刚刚想到这里 秦国强就扭过头来 看了一眼手表 把目光投向张凡 我让你帮忙并不是白帮 有报酬的 秦国强一边说一边从包里面掏出五万块钱来 放在张凡的面前 眼前这个情况 倒是让张凡显得有些诧异了 今晚六点 你上绿洲酒吧去 见到一个头顶扎着小辫子的男人 他的嘴唇上还打着一个唇钉 你见到他以后 跟他说山穷水富遗无路 然后他会把一个小瓷瓶交给你 你拿到瓷瓶以后 到区医院的特护病房五零二号房间 记住 那个瓷瓶千万不能打开 否则的话 你小命就完了 秦国强说得满脸严肃 继续又补充了一句 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说完 他一掌狠狠拍在台阶上 那蕴含着钢筋的台阶瞬间破碎开来 看到这一幕 张凡脸上故意显出了一丝惊骇 这是普通人看到超自然现象的正常反应 紧跟着 张凡咽了一口唾沫 有些惊恐地对秦国强说 大哥 这事我一定帮你办了 不过这钱我就不要了 不行 必须得拿着 等你把东西交到我朋友手里 他还会再给你五万 可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办 我即便走到天涯海角 也会抓住你 到时候不仅会杀死你 还会让你全家陪葬 秦国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冰冷的沙意 他只是对张凡恩惟病失 恩惟病失也是最好的可以驾驭人的方法 行 那这个钱我拿着 你放心 我一定把事情办妥 张凡说着把那五万块钱拿在手里 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张凡拿了钱也会让秦国强放心不少 秦国强微微点头刚想再说什么 张凡便抢先说 拿了磁瓶以后不能把它打开 然后送去黄山区区医院的五零二号房间 这些个步骤我一定严格遵守 秦国强听后点头 轻轻地拍了拍张凡的肩膀 嗯 不错 小伙子 辛苦了 不辛苦 这钱挣得太容易了 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张凡尴尬地笑了笑 对了先生 我看你也没什么事 您怎么不自己去啊 这样可是能省十万块啊 我现在的确没事 可到那个时候我就有事了 这时候秦国强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眼电话号码 眉头紧紧地皱起来 行了 你去吧 找个地方休息会儿 张凡应了一声 便快速拿着行李箱 出了胡同朝酒店南侧去了 到了停车场以后 自下打了一眼 发现秦国强并没有跟过来 并把行李箱放在车上 驱车去了玉杰家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